1973年10月6日下午2点 200架埃及战机呼啸着飞过苏伊士运河 袭击了西奈半岛上的以色列阵地 短短20分钟 埃及飞机就并中了90%以上的预定目标 彻底瘫痪了以军的通信系统 数以万计的埃军士兵高喊真主之上 向以军杀来 与此同时 以色列位于戈兰高地的前沿哨所 也突然遭到炮击 坚守此处的以军装备兵发现 高地之下 一千多辆叙利亚坦克组成的钢铁洪流 正以排山倒海之施压来 第四次中东战争 即赎罪日战争正式爆发 这一天是新生的以色列 最接近亡国的一天 这场战争是五次中东战争中 阿拉伯人最接近胜利的一次 咱们回到2021年 根据目前最新的消息 在除中国以外的国际社会的斡旋之下 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了停火协议 并已于周五正式生效 这场持续了11天的冲突宣告结束 看来以色列依然没能把哈马斯赶尽杀绝 加沙地带也依然有这群恐怖分子挟制 其实出现这个结果也算是在意料之中吧 毕竟这种大体和平的局面 从1973年就被稳固下来了 这场名为赎罪日的战争 不仅在现代战争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阿姨双方是精锐进出 各自都有精彩的表现 为后师贡献出了很多精彩的战力 他也奠定了近50年以来 阿姨之间的政治格局 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 甚至可以说 以色列因为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他 一直所坚持的生存之道 所以这一期咱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当年那场以色列的生死之战 话说可能有眼尖的朋友已经发现了 为什么开头这以色列的军队 会在埃及的西奈半岛住房呢 为什么埃及和叙利亚会不宣而战 在同一天南北夹击以色列呢 这就得说到前几次中东战争了 不过咱们时间有限 我就各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 第一次中东战争 巴以双方不满联合国关于巴以分制的决议案 都觉得给少了 因此大打输手 最终犹太人胜利 以色列建国 第二次中东战争 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 赢得英法联军强烈不满 以色列趁机出手 渔翁得利 第三次中东战争 以色列先发制人 闪击埃及约旦叙利亚 占领约旦河西岸 戈兰高地和西奈半岛 以色列大获全胜 经过了这三场战争 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仇恨 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 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 成为了当时阿拉伯国家间的共识 因此阿拉伯联盟对以色列 采取了不谈判不敌 和不承认的三不原则 而损失最大的埃及 决定痛定失痛 向美国的使对头苏联寻求帮助 本次的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的原则 苏联也是亲郎相助 在六日战争结束后的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 埃及空军的数量 就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 并且还获得了当时苏联 最先进的火炮坦克和雷达 军事实力得到极大的提高 而且苏联不是只给枪子给炮 还派遣军事顾问团帮助埃及人 组建现代化的作战体系 最高峰的时候 有两万名军事顾问进驻埃及 各位不是二十 不是两百 是两万人 至于其他的阿拉伯国家 也没有闲着 纷纷驱逐欧美 倒向苏联 一时间苏联的红旗 竟然插遍了穆斯林的土地 至于以色列这边 自然也是没有闲着 在新占领的主席上 建立立体化的防御攻势 比如为防止叙利亚的进攻 在北部的戈兰高地 已军修建了三道反坦克体系 并且还在最高处的黑门山上 设置了无线电增厅哨所 在南边的西奈半岛上 则耗值三亿美元 修筑了一条巴列夫房线 以色列沿着号称 世界上最好的反坦克壕沟的 苏伊苏运河 修筑起了绵延150里 高25米的巨型沙堤 沙堤背后则是混泥土的碉堡和药灾 至于为什么要用沙子来修建堤坝呢 那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偷工减料 是因为松软的沙子 即便遇到了炮击和爆破 也不容易垮堤 除非把这些沙子都挖开 否则埃及的坦克想要冲上来 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且暂时还可以打开 特殊设置的输油管路 将石油灌进运河 给运河里的埃军来个火烧赤壁 以色列人的目的很明确 意图利用这两个固若金汤的军事攻势 巩固他在前一次战争中取得的战果 最好就能下倒埃及和叙利亚 不占而屈人之兵 但可惜 输来精明的犹太人 这一次却失算了 20世纪70年代 美国深陷越战泥潭 很多欧洲国家也与美国离心离德 苏联人则凭借着庞大的军事资源 四处扩张 国际环境上呈现 舒强美洛的形势 1970年 有着强烈民族主义情节的萨德特 成为新一任的埃及总统 他一上台就完全放弃了 政治解决阿姨冲突的渠道 号称即便牺牲100万埃及士兵 也要打败以色列 1973年 埃及与叙利亚签署联合作战协定 决定在10月6日 从南北两端同时朝以色列开战 为了避其功于义 埃及两国动员了50多万大军 4000多辆个性坦克和上千架飞机 那么 以色列这边在干什么呢 其实以色列的情报部门 已经对两国的军事动向 有一定的了解 因为他们在埃及军方里安插了一名军衔极高的间谍 他们早就知道埃及计划夺回整个西奈半岛 同时使用苏联资源的新式轰炸机 瘫痪以色列空军 利用飞毛腿导弹对以色列城市进行战略打击 但当时的以色列高层认为 苏联的轰炸机并没有部署到位 飞毛腿导弹虽然已经来了 但埃及至少需要花费4个月的时间进行训练 因此战争短时间内不会爆发 在开战前的9月摩扎德总共截获了高达11次 战争即将爆发的情报 甚至在9月25日的晚上 约旦国王亲自秘密飞往特拉维夫 警告以色列总理梅俄夫人 叙利亚即将发动战争 但以色列人依然没有相信 甚至在接到前线埃须两国军队大规模集结的讯号时 梅俄夫人依然亲自下令 以色列军队绝不首先开火 10月6日这一天正是犹太教的赎罪日 当以色列全国都曾经在宗教节日的气氛中 暂停一切日常活动的时候 从埃及30个机场同时起飞的240架飞机 飞越苏利斯运格 开始对巴列夫防线上的以色列防空网狂轰滥炸 由于正是赎罪日 不少战争机飞旋人都回家赎罪了 根本不在战备状态 埃及空军犹如无人之境 迅速取得了战场的制空权 随着空袭而来的是毁灭性的炮火打击 隐蔽在运河西岸的2000门火炮 同时向以色列阵地开火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为猛烈的一次炮击 炮弹铺天盖地地飞向运河东岸 虽然许多乙军士兵已经进入战位 但是面对强大的火力压制 他们甚至连头都抬不起来 更不要说进行防御作战了 随后埃军先头部队8千余人 乘坐千余艘小型橡皮艇 在空军的支援下分三路强度运河 乙军发现河面上密密麻麻的小艇后 急忙开启喷油管道 想用大火阻止埃军前进 可是电扭安下之后 半天也没有见到一颗火星 原来早在前一天晚上 埃军的蛙人部队就用水泥堵住了管道喷口 第一批埃军士兵成功登陆之后 迅速分割并包围了以色列主要的据点 然后有机枪和反腾额导弹压制乙军火力 多次粉碎了乙军在前沿组织的坦克反冲击 而为了对付那道号称永不垮他的沙滴 埃军事先从英国和西德购买了450套高压水枪 埃军士兵直接从运河里面抽水 对着沙滴一阵猛冲 利用这种水泡不到10个小时 埃军就打开了60个可隆坦克通过的缺口 8万专备精良的埃军装甲部队 就沿着这些通道突入西奈半岛 以军三个装甲旅和一个步兵旅几乎被全歼 损失坦克300余辆 阵亡数千余人 而埃军仅仅损失了20辆坦克 阵亡了280人 巴列夫防线 而在北部的戈兰高地 叙利亚装甲部队也从南北两线对以色列发动了猛攻 10月6日下午2点5分 叙利亚先用600门火炮 进行了55分钟的火力准备 在战线北端 叙利亚突击队员乘坐直升机 夺取了以色列设在黑门山的情报烧鼠 叙利亚前后投入了超过800辆坦克 而此时的乙军只有177辆 并且叙利亚在坦克中 有不少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数字T-62主战坦克 性能全面碾压以色列使用的肖特坦克 所以尽管乙军作战英勇 但无奈实力差距实在是过大 一天之后 戈兰高地的防线就被叙利亚全线突破 听闻戈兰高地和西奈半岛两线溃败的消息 以军高层被震惊了 要知道以色列是没有任何战略众生的 此时埃旭联军只需要再前进一步 拿下特拉威夫 会施耶路撒冷也并非不可能 可就在此时 埃旗军队犯了一个致命的仇误 埃旗军初战得胜 占领了运河东岸的部分地区 达到了预期目的 但因为对空地一体华作战 缺乏经验和信心 从十日起 埃旗军在西奈半岛上就停止了进攻 开始调整部署和巩固阵地 逛途以防律性的阵地战 以代劳机会剩下的以色列军队 但是无疑给以军提供了喘息之机 以色列利用这个短暂的间隙 集中15个小时 就动员起了超过30万的户备兵力 并立刻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 就南北两线来看 埃旗人的军事实力更为强大 但新爱半岛离以色列核心区域较远 一时还威胁不到以色列本土 而北方戈兰高地就在眼皮子底下 叙利亚才是走夜之患 于是以色列国防军决定先北后南 把叙利亚人赶到国境以外 再回头收拾埃及 10月10日 以军在北线集中了15个旅和1000辆坦克 在空军的掩护下 向叙利亚军队发动猛攻 叙利亚军根本没有预料到 以色列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恢复兵力 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以军进攻的重点是戈兰高地的北部地区 而南部警派少数兵力牵制 很快就突破了叙利亚军的防线 17年的田果仙公路叙利亚军内30公里左右 叙利亚军被打得节节败退 只得退出到首都大马士阁附近 眼见叙利亚军就要全线崩溃 埃军终于坐不住了 10月14日出动1000多辆坦克 对以军发动总攻 这次埃军第一次脱离防空网和反坦克防御体系 进行运动战 但回过神来的以军对埃军的进攻早有准备 集中兵力利用有力地形 在空军的支持下进行不坦炮协同作战 经过数个小时的激战 以色列损失坦克50辆 埃军则损失了超过200辆 被迫退回阵地 而此时以军的阵援正源源不断的赶来 现在战线从原先的4个旅增加到3个时12个旅 10月16日 当时的陆军少将后来的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撒龙 亲自指挥手下的两个装甲师发动反击 为了解除埃军SAM-6防空导弹 对以色列空军的威胁 他还派出膝下200人的精锐部队 开着脚过来的苏质坦克 身处埃军制服 骗过埃及人的绍港 穿沙到运河西岸 破坏了那里的防空导弹发射场 随着防空导弹被毁 埃及像是被拔了牙的老虎 以色列空军文训立刻升空 重新夺回了战场制空拳 地面部队响应迅速 在空军的配合下疯狂扩大优势 到10月23日 以军不仅夺回了西奈半岛 还深入运河西岸 切断了埃及第三集团军的退路 至此埃及和叙利亚 都无力再发动任何的反击 以色列掌握了绝对的主动权 在联合国和美术的强力干预之下 以无力回天的埃及和叙利亚 在24日同以色列停火 第四次中东战争宣告结束 这场战争的规模 远超前三次中东战争的总和 双方投入了近百万的兵力 在短短的18天内造成了6万人伤亡 3000多人坦克被击毁 其戒业程度与二战的一些战役相比 也毫不逊色 我知道很多人 尤其是粉红 最喜欢说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太垃圾 所以最终才会失败 1973年的埃及和叙利亚军队 可一点也不落 叙利亚人在战争第二天 已经攻入到以色列的本土 以色列人发动反击的时候 发现戈兰高地上的叙利亚坦克 已经装上了夜市仪 而自己这边还跟二战时候一样 靠车长拿这个望远镜探出头去望的 埃及军队则更不是纸老虎 前期撕开巴列夫防线的战斗堪称经典 而且埃及装备的数字新式武器 实际在防空和反坦克上进步明显 SAM-6防空导弹和AT-3反坦克导弹的组合 使得以军的战斗机加坦克的突击模式 很难取得成效 逼得以军最后不得不以步兵为主力展开进攻 当年这种技术水平的大规模战争 是中国军队没有经历过的 如果以十年后 中国军队对越作战的那个状态 放到1973年的中东 会不会可能连个毛都不剩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 是以色列是靠美国的帮助才活了下来的 这么说当然是没错 战争期间 美国给以色列运输了超过5万吨的物资 但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那就是以色列在于 从美国意外的几乎整个世界相对抗 不是苏联不是华约 是几乎整个世界 就在叙利亚和埃及旗海得胜的第一天 阿拉伯世界为之一正 原本齐强的约旦也宣布参战 其他的伊斯兰国家 如同伊拉克、沙特、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巴基斯坦等国 都以各种形式加入对以作战 连古巴和朝鲜都派兵加入战斗 至于欧洲国家 迫于欧派克组织不卖石油的淫威 决定对以色列采取武器禁运的措施 并且还关闭领空 不让美国支援以色列的飞机降落加油 最终好歹是说服了葡萄牙 开放了一个中转基地 阿拉伯加联合对美国 实现了彻底的石油禁运 造成美国油价暴涨 导致了1973年的石油危机 这个局面是美国人想要极力避免的 开头我提到当时的梅俄夫人 下令以色列军队不得首先开火 这可不是圣无表 是因为当时的国务刑基辛格说过 如果以色列人先发制人 那他们连一颗罗斯钉都不会得到 而当时如果没有美国的紧急军援 以色列就会陷入无饥可用 无炮可打的境地 那最终的反败为胜就无从谈起了 之所以当时那么多的国家都反对以色列 除了利益相关以外 也因为当时的那个以色列 就是个妥妥的侵略者 人家接着道义的名义抵制你 没有半点心理负担 而你为了眼前的安全 把前线推到其他国家的领土上 换来的却是更大的仇恨与危机 通过这场生死之战 以色列是扎扎实实的意识到了这一点 1979年 埃及承认以色列 以色列则将西奈半岛还给了埃及 从此以色列的生存之道换了一个打法 以前是先打 打完了再谈 现在则是先聊着 谈不拢再打 其实如果再来一次中东战争 我觉得以色列依然能够取胜 只是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 其自身所遭受的损失会越来越大 800万犹太人或许能把周边3.5亿阿拉伯人都一一打败 但绝无可能把他们全部消灭 刀剑能带来一时的胜利 却不一定能带来长期的和平 穷民独舞的斯巴达士国家 在当今这个时代根本玩不下去 想让犹太这个民族在中东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 还是得靠住建为礼 同时也得勾引周边这些阿拉伯国家也跟着住建为礼 去享受今世的快乐 而不是去追求死后上天堂 当然了 以前是因为光脚都不怕穿鞋的 所以想要去天堂拥抱72个处女的人比较多 现在很多阿拉伯国家已经是穿上鞋了 甚至有不少已经可以在现世享受天堂的待遇了 那人家自然是不用急着去见真主嘛 至于偶尔遇上几个等不及的 那还是得用地狱火送他上去